Hello 大家好 7月澳門疫情高峰時期 全澳實施過12天的相對靜止 基本上社會經濟停擺了 所以住宅的成交繼續下跌 誰去看樓 據財政局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 澳門7月的住宅成交只有128宗 較6月份的173宗跌了26 再創新低 其中個人買家佔122宗 相信是買來自住或換樓 與去年7月相比 今年7月住宅成交大跌了7.7 至於每平方買實用面積的均價下跌了5.3% 樓價比去年跌了一點 有地產業界人士表示 雖然澳門8月社會運作逐漸回復正常 但企業居民飽受疫情煎傲 現金樓相當緊張 對樓市保持審診 不急於看樓和入市 成交保持低位徘徊 至今尚未恢復至6月中疫情前的水平 甚至有可能再創單月成交新低 8月樓價仍然反覆下市低位 基本上沒有反彈條件 最近王朝區豪宅兩房單位放盤 赤價更跌至7,000元一呎 建築面積 交易程前再跌近一成 反映市場信心十分薄弱 有業主寧願加大減價幅度盡快套現 要錢不要樓 但就業市場惡劣 居民收入下降 個個失業 普遍希望留些現金 而不願意入市 除非教市價低兩成 才有可能入市搏一搏 預計年底前樓市會繼續不樂觀 老實說 現在失業這麼多 又放無薪假 哪有人還買樓 何況現在租金這麼低 租樓好過買樓 亦應驗了一句 樓價低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開心 亦沒有多少人有錢去撩底 或有膽去撩底 因為樓價跌很多時候代表經濟不好 收入下降 有分析更認為 澳門樓價下跌 只是初初第一公里 而不是最後一公里 不知你認為是怎樣呢? 這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之前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遺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